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期乡土走进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风景区 看人们的生活 看乡土掌见识 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的南部有一个罕见的地方 那里有14座火山 从中可以看出地球200万年来岁月变迁的痕迹 而且那还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宝贝 就是地下涌出的冷泉 甚至有的地方涌出来的就是天然汽水 这个冷泉不但能喝 还吸引着大量的游客跑去泡 冻得呲牙咧嘴的也要坚持待在水中 那这个地方就是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风景区 每年当地都要举办圣水节 咱们现在去看看 五大连池景区原来是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的一部分 后来把它独立出来管理 成立了五大连池风景区管委会 景区里居住的大都是农民和渔民 我们到达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渔民在收网 这里是五大连池的三号湖 五个湖泊里面积最大的就是它 当地人叫它白龙虎 你们下的网都有多大 一千多米吧 一千多米 捕唐来的多数是什么鱼啊 白连花连 那个还有狗鱼 还有那个草根 我看捕唐来都挺大的 它就是针对大型的鱼的是吧 对 因为那网也大啊 我看今天捕挺多的 大概能有多少斤 有个七八千斤 七八千斤 那你们最多的时候能捕到多少 最多我们实际网捕过十万斤 十万斤鱼 你们平时的收入的话 就是根据捕鱼的数量来定的吗 对 那十万斤鱼一网的话能挣多少钱 十万斤楼上鱼是挣六千的 按那个进入 就一网就是六千多 对 那通常哪个季节的鱼最好捕呢 冬天好捕 听说这白龙虎底下 大多是凝结了的熔岩石 水质清烈 所以湖里的鱼没有土腥味 而在这湖底下则生长着大量的湖蚌 马智涛水性好 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就能找到湖蚌 这底下多吗 这种河蚌 很多 我看看 哇 这河蚌 这河蚌好大呀 这种 这得长多少年 那十六年 这都小 这还算小的 还有更大的 白龙虎里的湖蚌 各大肉嫩 最大的可以达到五六斤 而这湖蚌也被当地人称为贬持第一仙 捞湖蚌也成为渔民的一项收入来源 这里边哪些部分是可以吃的 这个边 这个嘎了这两边 这边和这边 是用吃的 这些是可以吃的 再还有一个肚子 这个是它的肚子 对 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鸡肉特别香 这个就是这个能吃的 这个就没用了 这些是属于它的内脏 对 由于湖蚌长得太大 肉质厚而紧 不方便食用 因此当地人在吃之前 会先用木蚌 把烧硬的地方敲软 这样一来方便入味 二来咀嚼的时候 不会太费力气 徐东梅是景区里一家 农家乐的老板娘 平日里负责食材的收拾清洗 而她的丈夫 于洪波 则是一名做菜高手 简单的湖蚌炒青椒 要想做的既入味又鲜嫩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相比之下 鱼的做法显得更加简单 东北大酱炒出香味 直接放入鱼 加上水 小火慢慢的炖 就是当地人最爱的口味 远方的来客 也会特意来品尝这些美味 好水才能出湖鲜 五大莲池的水质好 并非偶然 而是取决于这里绝佳的地理位置 五大莲池风景区里 一共有14座火山 这些火山群 是由远古 中期和近期火山 喷发形成的 火山地质地貌保存完好 是世界上少见的 类型齐全的火山地质地貌景观 眼前的这个人叫陶林 是当地一名地质爱好者 他带我们编导去看一座 最年轻的火山 这座火山的名字叫老黑山 他随时随地还是可能喷发的是吗 对 他临时休眠一下 随时喷发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睡着的小宝宝 随时随地就会醒来 是吗 太形象了 那他上一次喷发是什么时候 是1721年 1721年 他实际是喷发一年 1720年到1721年 再结束在1721年 那他现在也就是200多年 280多年吧 那他下一次喷发的话 那就很难说随时喷发 也可能随时 对 老黑山属于新奇火山 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性 而这类火山喷发前 都会有许多前兆 例如冬季 河湖 冰雪融化 泉水温度升高 小地震不断等 人类可以通过这些征兆 预防和躲避灾难 我们首先前面所看到的 这是一个洞口 这个洞口就是 五大连池所有的 这次火山喷发的岩浆 都是从这里喷发出来的 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洞 火山喷发时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洞口 但是这是最终的洞口 也是最大的 岩浆流 一流最长的一个洞口 火山喷发时 流出的熔岩有上千度 足以毁灭所有遭遇它的生命 当年 岩浆就是从这里奔涌而出 循着地势四处蔓延 直到冷却下来 而这个一出口 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山洞 由于洞里地势复杂危险 大家就没有进去看 登上了这个顶峰之后 周围的这十三座火山就已经尽收眼底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火山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因为在我想象中的话 火山是非常有破坏力的 所以它一定是非常高的 你看远处的那个小山包 那个应该是最小的一座是吧 一座也是一座火山 它是大概多少年 它是105到141万年喷发的 在这个期间的 它属于老气火山 安静下来的火山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猙獰 甚至有的看上去还很娇小可爱 我们难以想象 它们喷发时惊天地气鬼神的躁动 却可以从当地的生态环境里 看到那份浩劫的规模 那我听说咱们这个地方五大莲池的名字 好像和这个火山还有关系 跟火山有关系 和这个整个地质环境也有关系 因为这座火山喷发之前 是一个100平方公里的古老湖泊 它天色了64平方公里的熔岩台地 于是把100平方公里的湖面 变成45平方公里 就现在五个溪水相连的艳色湖 因此说这五个溪水相连的艳色湖 就成为现在的名称 叫五大莲池 火山喷发同时地壳的运动 将数千米以下稀有珍贵的水源 带了上来 就是这儿 这是天然的矿泉水 这是天然矿泉水 这矿泉水在我看来的话 感觉就是黄泥汤 真的不是 因为它这个重弹酸弹 矿泉水里边含铁比较多 这样它在地下形成之后 在出入地表以后 特别是加碳润气 它就形成这种颜色 眼前的这片池塘 就是当地有名的化林废泉 碳润气是火山一种放弃现象 但是也是火山形成之后 所形成的一种东西 二氧化碳是地下深层 数千米 从花园地面反上来的 在五大莲池风景区 一共有127个天然泉涌 这些泉水含有十几种有益元素 看上去浑浊发黄 而将水咬出之后 会发现里面并无杂质 再稍微多放置一会儿 淡淡的黄色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喝到嘴里之后 感觉有很多的小气泡 是在舌头上炸开的 有一点发甜 也有点色色的味道 那更像是喝一种 没含糖的汽水 这种泉水喝起来 口感像是汽水 淡淡的甜味 是因为水中含有丝 丝是一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而色色的味道 则是因为水中含有其他的微量元素 为了加强口感与营养 很多当地人会将水打来 加入蜂蜜当作汽水来喝 而我们还得知 这种重碳酸的水 不但可以拿来饮用 还可以直接进去泡澡 有强身健体的功效 只是别处泡的都是温泉 这里泡的却是冷泉 你也来泡这个 水冷不冷啊 还行 还行啊 因为今天的天气 虽然是有二十多度啊 但是这个水温我试了一下 特别的冷 然后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个水温的话 平时大概是在三到五度的 那你现在就只泡了一个脚 这脚现在是什么感觉 麻 发麻 就僵了 你别说你的脚 我这手在里边泡了一会儿 现在感觉手指头都发麻 据说泉水对身体好 当地也有很多人 会带着家人孩子过来泡一泡 这些泉水 都是从深层地下涌上来的 所以都带着地底特有的凉气 我们的编导只是泡了一会儿 就觉得手指发麻 而泡习惯的人 整个身子泡在池子里 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 泡完冷泉之后 还要去旁边大片的火山熔岩台地上曝晒 这些熔岩台地 就是天造地设的磁疗晒场 黑色的熔岩被太阳晒得发烫 温度可达到55度 人一躺上去便会发汗 从而将体内寒气带走 以系列的环节紧紧相扣 才能起到养生保健的作用 这里有14座火山 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是什么样子 看起来泛黄浑浊的泉水 竟然被当成稀有的宝贝 是什么吸引着人们家不回觉不睡 熬得两眼通红 只为了抢到一口零点水 莲池鱼 矿泉蛋 阿尔龙眼的豆腐 农家院的饭 都离不开一个水 本期乡土 走进黑龙江省的五大莲池风景区 看人们的生活 这里有14座火山 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是什么样子 看起来泛黄浑浊的泉水 竟然被当成稀有的宝贝 是什么吸引着人们家不回觉不睡 熬得两眼通红 只为了抢到一口零点水 莲池鱼 矿泉蛋 阿尔龙眼的豆腐 农家院的饭 都离不开一个水 本期乡土 走进黑龙江省的五大莲池风景区 看人们的生活 日头接近正午 渔民们满载而归 驶向码头 那里早已聚满了等候买鱼的人 很多人都是远道而来 从哪来的 哈尔滨 从哈尔滨过来 到这要多少时间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这俩买鱼 对啊 几乎一个月得来二十艘 结束了捕鱼 下了渔船 渔民们又登上了另一艘船 开始了紧张的练习 原来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胜水节 在当天举办龙舟比赛 华龙舟讲究配合 为了赢得比赛的胜利 就要多加练习 过去这里的人认为 黑龙就是火山 白龙就是湖泊 因为黑龙和白龙的合力作用 才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为了纪念他们 从而衍生出了赛龙舟的习俗 西洋下 马智涛和他的伙伴们 还在努力挥动着船桨 连日来的辛苦训练 为的就是明天奋力一搏 而明天的这里 将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 因为圣水节的时间到了 圣水节在当地 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起源于达沃尔族的民间传说 相传 一位猎人在追逐一头受伤的小鹿的时候 发现了一处泉水 有神奇的治愈功效 回去便告知了族人 很多人因此而治好了病 因而每年农历五月初四 当地要举办圣水节 第二天清晨 武大连池风景区 昔日里宁静的街头挤满了人 圣水节每年都会吸引很多游客到来 圣水广场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预示着圣水节的到来 而真正庆祝的活动 大多是在晚上 不远处的白龙湖里 马智涛和他的队友们 没有辜负多日的辛苦 夺得了龙舟赛的冠军 正在他们欢庆雀跃的时候 另一组人默默地出发了 他们要去向大自然 借一点今晚狂欢需要用到的东西 他们在寻找的是挖火山泥的地方 这成片的草丛底下 埋藏着大量的火山泥 为了保护生态 也为了便于挖掘 他们会寻找之前挖过的地方 这里边有很多水 对对对 然后下雨的水又积里边了 这些矿泥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平日里是禁止开采的 只有在盛水节的时候 他们才会或许过来挖一点 五大连池的火山泥 它其实就是矿泥 它的矿泥形成过程 和矿泉水的形成过程 基本上是一致的 矿泉水是现在讲 叫五万年到五十万年之间 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么矿泥的形成 可能比它还要悠久 矿泉水浸泡在腐植城里 其中也可能有一部分的 火山灰成分在里 它是经过大地漫长的 化学的矿化 物化的这么个过程 所形成的 所以非常珍贵 是不可再生的 最好生 最好生了 是我脚拔不动了 这个行 这个行吗 这个是 这个是了 这个挖上来的泥的话 看上去好像和普通的泥巴 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如果要试起来 手感的话 它是非常细腻 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颗粒 火山泥和普通的泥巴不同 摸上去质感非常细腻 粘滑 因此很容易辨别 传言中 火山泥的美容功效 非常显著 这对女孩子 无疑是充满了诱惑 所以今天挖泥的时候 跟来了一群爱美的姑娘 大家都谋划着 一个小小的恶作剧 那就是对平日里 一位老大哥下手 哦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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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这个好 这刚才我们说好 一起磨你的 然后看样子 我是被骗了 你们为什么要磨它呀 因为它太白了 太白了 下不黑是吗 然后咱们就给磨黑了 刚挖出来的火山泥 还带着地底下的冰凉 炎热的夏天涂抹在身上 会起到冰震一样的效果 降温的同时 还可以美容防晒 没一会儿 姑娘们就开始 互相打闹了起来 我现在都知道 矿泥是啥味的 啥味啊 非常神秘 你给它拿一块尝尝 在过去 当地的少数民族 过节的时候 会用锅底灰抹在脸上 寓意平安健康 如今在盛世节上 用矿泥取代了锅底灰 晚上 这些矿泥 会提供给游客 让他们相互涂抹 互送祝福 夜幕降临 闷热褪去 天气变得凉爽起来 盛世节的狂欢正式开始 远处的演出 近处的篝火 舞台上专业的舞蹈 篝火边纵情的奔跑 快乐蔓延在 五大莲池景区的 每一寸土地 而我们编导 也得到了快乐的传递 被抹了一脸 火山泥 盛世节除了演出和 篝火晚会 最重要的活动 则要等到 五月初五凌晨 现在呢 是11点50分 距离零点的到来 还有10分钟 北影泉广场 现在已经是聚满了人 大家都等待着 零点到来之后 要抢上一口零点水 据说呀 喝了这个零点水啊 就可以趋病消灾 一整年都顺顺利利的 这些等待 抢零点水的人 很多都是 从别处特意赶来 主要为了图个吉利 你这都排到外边了 你抢得着吗 杯在那里 杯子在那了 哎呀 这杯子已经 全都等在那了 好几个是吧 五四三二一 开始 伴随着零点的到来 人们开始沸腾起来 有的人喝上一口 还不过瘾 还有人直接带上水桶水壶 接上满满的一壶 回去分享给家人 夜色深了 狂欢的人渐渐散去 他们将结束一天的生活 带着喜悦 憨染入梦 而一间小屋里 一天的生活 才刚刚开始 在五大连池风景区 有一句顺口溜 连池鱼 矿泉淡 二龙眼的豆腐 农家院的饭 五大连池盛产大豆 价值这里的水质好 做出来的豆腐也好 眼前的这个人叫贾春海 做豆腐已经有十多年了 最多的时候 一天做出两百多斤豆腐 黄豆浸泡四五个小时 放入机器中 打成豆浆 在过去没有机器 都是要靠人力 用石墨没出来的 如今 有了机器的帮助 可以节省很多力气 但是熬豆浆这个环节 依然要靠人工操作 因此 每天凌晨 贾春海都要一个人熬上两锅 甚至三锅豆浆 一个半小时之后 锅里的豆浆开始翻腾 榨出了水花 伴随着蒸汽一起生腾的 就是浓浓的大豆香气 一百四十度的高温 要一点点咬出装入大桶 以便下一步的操作 长时间的作业 它们的手对于温度 已经没有那么敏感 不会觉得很烫 在豆浆中加入卤水 点成豆花 是下一步操作的关键阶段 点卤水需要耐心与观察力 说起来容易 其实更多的 还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经验技巧 徐翠娥是贾春海的妻子 在做豆腐的过程中 两人各有分工 为了让妻子多睡一会儿 每天凌晨 丈夫会先醒过来 把豆浆熬好 等她睡醒 再将丈夫熬好的豆浆点卤 做成各种豆制品 倒卤水的过程中 要用专门的工具 将底部的豆浆翻上来 让卤水与豆腐均匀接触 在这个过程中 豆腐会逐渐凝结成一小块 直到桶里的豆腐 稠到翻搅的时候 略为吃力才可以 卤水多了 豆花会老 卤水少了 豆花凝不成块 对豆花老嫩的细微把控 全在点卤人的手上 这就是为什么各家做豆腐 味道各不同的原因 眼前的这个人叫王磊 是这家豆腐铺的老板 他的父亲当年赶着毛驴卖豆腐 因此人送外号 王毛驴 王磊从小跟随父亲帮忙做豆腐 如今父亲不在了 他将父亲留下的小家业 继承了下来 为了让豆腐可以结成块 会在豆花中再一次加入卤水 分量靠自己掌握 豆腐的口感也由此决定 王毛驴家的豆腐吃起来 香中带着一丝甜 豆皮薄而有韧性 甚至用火可以点燃 王磊也曾想去外地做豆腐 但却发现在异乡做出的豆腐 无论如何都不如在当地 做出来的香甜 这最主要的原因 就在于水质的不同 眼前的这个人叫赵广才 在五大莲池景区 养了一千多只鸭子 这些鸭子不需要投喂饲料 平日里就生活在湖水里 吃着湖水里的鱼虾 生下来的鸭蛋 营养丰富 口感也好 被当地人自豪地称为矿泉蛋 平日里忙碌的王磊 决定抽出时间和家人 好好地聚一聚 他带着小儿子 先来到了赵广才家的养鸭场 鸭场里随处可以捡到鸭蛋 寻找鸭蛋 是小朋友最爱做的事情 王磊要用这些鸭蛋 为家人做上一道 他们最爱吃的菜 买回了鸭蛋 王磊回到家中 和妻子开始张罗其午饭 豆腐切片 在每片豆腐中间 开一道口子 将腌制好的肉馅放进去 为了让鸭蛋可以裹在豆腐上 要先沾上一层面粉 然后再沾上一层面包屑 放入油中炸 面包屑炸出来的颜色金黄 并且口感酥脆 是王磊儿子最爱吃的一道菜 王磊和妻子结婚十年了 感情依然很好 如今家里生意在当地越做越大 两人经常忙到见不上面 也无暇照顾孩子 所以他们格外珍惜这难得的相聚 提起自己的家人 王磊总说愧疚 自己对他们的陪伴太少 但他庆幸的是 他们一家人的生活 可以有火山与泉水陪伴 有人说 这五大莲池像一首水火交融的诗 那里有火山喷发的炙烈 熔岩凝成的钢剑 湖泊泛起的温馨 但是对于五大莲池风景区的人来说 这里更像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 他们是生活在画中的人 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每篇看乡土 轻松一下午 如果你想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 八卦炉十年子 用宝石练就的宝石是什么 千锤百打 水火淬炼 从泥沙里挑选出来的材料 是如何变身成为锋利一成的宝剑的 破碎的瓷器不用扔 看小小的铜钉如何让它起死回生 一件漂亮的手势 从选材到制作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诀 下期敬请收看 轮回的手艺